Hello 大家好 这是莱电科技 今年的三复天啊 来得是真的早 这边刚走出空调房还不到半分钟 就感觉跟张苍拿一样 简直热死个人 都说唠得唠死 汗得汗死 有钱人家开空调 24小时连周转 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子 而寻常人家的孩子为了省点电费 不知道会有多平 既然这样 那有没有一台 既能保证治冷治疗效果 又能够给我们大大节省电费的空调呢 诶 还真有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台省电天花板的空调 小蓝益真实电Pro 一开就是一整天 接下来只要我们来好好来揭秘一下 它的省电技术 像这两年有关空调四颗的事件 在网上也是发现的越来越多 现在的租房档看房时相比于室内的环境 他们更关注的反而是屋子里这台空调 是不是更费电 以及APF能效值是否达标 那么这里呢 也是跟大家科普一下 空调能效值到了多少才算是省电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APF值指的是空调全电能源消耗率 一般来讲 对于制冷量在710000小于CC小于等于14000W以内的空调 一级能效的APF值限定为4.2 这是咱们国家的标准 在此质之上 数值越大越省电 像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台小蓝益真省电Pro 能效等级超一级APF值 达到了5.6 远高于国家能效标准 除此之外 它的省电高光点来源于两个方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它是如何省电的 首先设计上 双排通关与全直流变频技术 制冷制热很迅速 降低能耗和噪音 实现节能舒适低造三合一 在提升性能的同时达到省电的目的 在运行节能上 它搭载了AI大数据模型算法 能不断预测房间温降趋势 自适应调节运行频率 一键省电最高可达40% 越用越省电 晚上开一整夜的空调 也完全不用担心电费问题 通过APP就可以实时观测到电量使用情况 每天都可以看到空调花费了多少钱 我家电费从之前的一记绝尘 到现在的空调随意开 简直双歪歪 这个设计就很让人安心 而且APP还可以实时推送OTA升级 系统不断升级 空调常用常新 不过买空调嘛 光奔着省电去也不行 它使用起来是否舒适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小蓝翼真省电Pro 它还有一个直径108mm的 超大灌流风道设计 加上大出风口 实现了780Lm每小时的大循环风量 轻松覆盖全屋 是增加屋子匀速降温 非常OK 为了时刻享受舒适风速 它搭载了制度风功能 能看到出风口处 配备了一排拥有细小空风的 柔风叶片 可以将强硬冷风打散 直吹 那这里我们也是用纸巾 给大家直观地测试一下 它的柔风功能 可以看到普通模式下 纸巾被吹得根本停不下来 而柔风功能下 纸巾一下就软下来了 吹出来的风 柔和舒适 家里有宝宝或者老人的 拜访就不过了 再来说说噪音方面 小蓝翼真省电Pro 采用了创新风道设计 噪音能力低至17% 实现噪音低至18分倍左右 像风晚上入睡就很踏实 根本听不见声响 长时间使用空调 内部的清洁也非常重要 这台小蓝翼真省电Pro 就支持自清洁不能 58摄氏度的高温杀菌 可以消除机器内部的大部分吸引率 它的空调外机也支持反转自清洁 双重自清洁 让空调时刻保持清新洁性 与此同时 还可以省下了一笔 请师傅清洁的钱 可乐而不为呢 总体使用下来 这台小蓝翼真省电Pro空调 不仅耗电量低 在其他方面给的功能也很全 在空调要常开的人 那么相信这台小蓝翼真省电Pro 一定会是你的菜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蓝翼科技 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